臺灣品牌精品前進菲律賓推廣產業形象 包括電競筆電 摺疊電動代步車 和快目指 相機等創意產品一意亮相 都令菲國政商媒體和民眾大感驚豔 最近我們 Filipinos學習成功的技術品是在很高級的效率 所以當你提到台灣的效率已經知道我們已經知道它是高級的效率 我自己自己的遊戲 我喜歡玩遊戲 我非常特別是在音樂上的畫質 當然是在超級的效率 我聽說是在冷氣的系統上是很棒的 菲律賓近年來經濟發展快速 國內消費力強 同時非國政府推出亞洲再平衡政策 重視亞洲國家生產的高品質產品 台灣精品配合新南向政策 搶攻非國市場競爭力看好 我們的產品的高品質 還有所謂的創新的價值 正好可以配合菲律賓目前 他們生活水準的提升 所以我想在台灣的精品 在菲律賓未來 在菲律賓市場的未來 一定有相當強的競爭力 目前台灣的產品 在菲律賓市場的民眾的知名度 認知度是非常高 但是我們期待 透過台灣精品帶進來的 不是只有產品 而是一個Total Solution的概念 單項產品透過物聯網連結成系統 帶進菲律賓市場 是台灣精品拓銷非國的重要目標 目前台灣精品鎖定 大馬尼拉地區各大購物中心 計畫陸續推出消費者體驗活動 提升非國民眾對台灣品牌的好感度 全方位開創商機